台湾消息继续来看到台湾科技业景气冷 包括英业达异光电子分别传出裁员或是让员工放无薪假 那这样的消息一传出呢让马政府大为紧张 就怕会因此流失劳工选票 员工拿着大包小包布出英业达大楼 气氛相当诡异 这波裁员名单这其中之一吗 不好意思请问是你 你有听说大概有多少人吗 员工低调不愿多说 但离职的员工爆料 笔电代工大厂英业达这回大动作裁员了400多名员工 除了英业达LED大厂异光电子先前也宣布11月要放无薪假 但董事长却大手笔捐赠母校1亿元新台币 引来劳委会关注 强调企业如有获利不得放无薪假 事隔一天异光突然发出声明取消无薪假 表明配合政府的政策 但这波裁员无薪假风波已经让基层劳工忍心惶惶 对力拼2012的马无配似乎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老委会帮助这些受到无薪假冲击的或者担心会被冲击的 我们预备有一个充电在出发 也就是协助他在进行某些职业方面的讲习跟训练 或者把他推介到其他缺工的这些公司跟企业去 科金业仅气趋缓步入寒冬 马政府紧盯局势 就怕这波裁员风暴 连带让执政党流失了劳工选票 澳雅威士王小志杨德成台北报道